欢迎郭席来告我 我一点都不怕你告我 郭席到现在都还在说谎 他们竟然要让翻译做 潜见国造的董事长 这样算不算是卖台 这样算不算是掏空国家 如果你今天花大钱造潜见 是因为你可以从中牟利的话 你真的是爱国吗 还是你是爱钱呢 指控马文君这边的人 证据力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呢 我指控郭席的部分 我们是有确实实际的录音档的 你爆料别人的人 你自己就是最不赶紧的那一个人 那请问为什么大家要相信你说的话呢 第一个录音档里面 那个发飙的郭席 跟他在上节目的时候 是不是判若两人呢 好我们来听一下 你和我小强能够在台船上班 还有那个何小姐能再进台船 我过去两个字倒着写 一群判处 你们都被判 你们就什么人不能被判 我只要写三篇新闻报道 你们就再见了 我会完成你们三个 我已经叫人家去查 何小姐怎么入境的 为什么我要从11月 就他们正式破局 然后郭席标骂 韩国顾问的这个时段开始讲 是因为我想要让大家认知到 郭席就是一个爱说谎的人 就是说你过去干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知道 你也知道呢 你有被录音 那我就请问 你能不能够诚实的 说过去你做了什么 他到底改过自信了没有 他到底面对他过去的错误 请问他愿不愿意 说实话跟说真话 在这个讨论里面呢 包含郭席的话 总共会有四个人为主 那当然中间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名字 但主要有四个人 第一个呢 就是持顾问 持顾问就是那个韩国的顾问 那他是能够来做技术协助的 那据说他在SI公司里面 做技术协助的时候 做的还不错 所以他是一个另立公司的一个关键 他跟本来的SI公司的这个老板 Park出的不好 那他有一个朋友呢 叫做何小姐 他一直遇到一些工作签证的问题 还有一个叫做小强的 就是最常跟郭席对话的那个人呢 他是一个翻译 那在这个对话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郭席他耍官威之外 我觉得最严重的事情 他生气的点在于 你们排除我 当初不就是因为你们不能开公司 所以才找我才去开的吗 为什么现在你们又自己开 这句话是他生气的关键 并不是什么被不被判part 那郭席呢 知道了这个录音档 他我报了之后呢 他是如何回应的 他说呢 那是因为哦 这几个人要离职了 然后来找我 说要令组公司 我觉得他们这样不对 这个我觉得不可以 所以才痛骂他们的 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因为你没有捞到好处 人家绕过了你 所以你才生气的 我们来听第二段录音 第二个团团明年就要开始找TA了 而且有这个预算 有这个第二条 叫第八条的预算都已经编好了 也算都判算得过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团队 可以一直做下去 那目前就是直顾问 觉得我们老板 就是现在已经想要放弃TA的合约 然后第二个是说 第二个是想要把核克长 离开核克长的主要的人物是 不加上组长 第二段录音哦 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 三个部分 第一个 证实郭喜到现在都还在说谎 你看哦 六月的时候说 帕克已经得罪所有人了啦 帕克我跟你讲 帕克不行了啦 我们要令组团队了啦 11月的时候骂他们 我就是看不顺眼 你们背叛帕克 连到现在都说 这三个人要离职了 找上他 他觉得太不能认同了 所以骂他们 那你六月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六月的时候你在暗示他们说要组一个新的团队 台船希望你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团队嘛 帕克把大家都得罪了 他说 谁来取代SI 现在是这个问题 所以 郭喜是希望找人来取代帕克 而且还骂了帕克一顿 先前他甚至还说帕克很小气 这个那个这里全部都不好 那他11月的时候是在干嘛 然后呢 重点说 明年第二条船马上要开始 明年要找TA 而且有这个预算 第二到第八条都编好 所以你要找一个好的团队 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前海军顾问凭什么说 第二到第八艘的寄鞋要给谁 这个没有旋转门条款的问题嘛 这个没有私相授受的问题嘛 那再来呢 我们现在要准备这个听第三段的录音 第三段录音就讲 开公司 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组成的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楼下谈的时候 你像我跟我们告诉了 目前刘厂长就是有编辑说 从二号线到八号线的继续的预算 有没有 一定有了 有有了吗 对 可是要审查通过 审查通过 那有 那时候你有跟此顾问大约的 告诉这个金额 那这个金额的一半 能不能我们来去争取 没有 这样如果你们都做好了 就一直做下去 当然对 全部都是我们的 包括设计吗 设计机全部 你们现在全部的名称叫 Design and Production 你们先写出来 我会统合 然后再变成A公司的整个计划 A公司来统合你们 你们只是A公司底下的 你懂吗 到那时候 达达达也会到A公司去 你也会在A公司里 那老板的老板是你来当吗 我懂当吗 董事长必须你挂名 你是铃骨的董事长 为什么 我告诉你 是因为你是华侨 为什么不懂他 不行 为什么 他要算坏人同志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你 连我都不是了 因为那家公司是我申请的 现在董事长是谁 你知道吗 现在是Joy Joy啊 所以Joy必须换成你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 大家发现这件事情吗 什么叫做领骨的董事长 小强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 他就是做持顾问 跟这个郭喜中间的翻译 他们竟然要让翻译做 浅见国造的董事长 郭喜他呢 就去开了一家公司 开公司却不用自己的名字 把自己的名字隐身在幕后 你完全看不到 用了一个Joy 当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董事长 然后呢 还要去找这些持顾问来 那持顾问他要独立出来吗 他就是要独立出来接标案 那董事长是不是应该是持顾问 对应该是持顾问 他他说你不行 董事之间的选拔是一个人 然后可以单方面的说 你可以或你不行的吗 你凭什么有这个权利啊 所以很奇怪的是 你跑去开了一家公司 然后呢 你找了一个Joy 先去当人头董事长 然后你还要很强硬的指派说 翻译你来给我当董事长 人家没有愿意耶 你有发现说翻译就是有点慌张吗 他说呃呃不能是他吗 因为他老板啊 他老板是持先生嘛 是真正有技术有能力的 这个顾问想要出来独立嘛 然后就能说应该是我老板吧 因为老板他就是技术在他身上 他不是应该理当要做负责人吗 啊我只是个翻译 为什么是我 他完全没有在鸟他眉 他直接说就是你 没错就是你 这样算不算分赃 这样算不算是卖台 这样算不算是掏空 国家 小强并没有同意要去当董事长 但就被郭喜强硬的要求说 你就是这个董事长了 因为你是华侨 应该是他想要去规避 很多韩国的相关规定 或者是不希望变成外资 必须要受到审查 然后希望这样子可以速度比较快 就来接标案 总之你怎么可以弄一个 领骨的董事长 然后让一个翻译 来做董事长 然后来接浅见国造的案子呢 这件事情大家不觉得 非常离谱吗 今天坦白说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爆出来的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 浅见国造是这样做的 那你就想我们国家里面 有这么多的公标案 有这么多的国家相关政府的预算案 如果都是这样子搞 那还得了 请问黄曙光你有没有去查 当你在抱怨说什么有谁去卡你什么东西怎么样的时候 这些在底下上下起手的人 你有没有都去查 郭喜他 节目上也好 或是回应我的这个录音档也好 他都说 是因为他不支持这三个人去背叛Park吗 不支持他们去共组公司 离开SI公司吗 那你如果不支持的话 为什么你要去开一家新的公司 然后把他们找进来 还要翻译当董事长呢 所以你根本到现在都在说谎嘛 这个录音档早就已经在两年前就被送剪掉了 请问为什么都没有查 政府也承认了 确实有收过这些音档 那请问查到哪里了 为什么不查 是怕查下去动摇国本吗 不是说你今天后来未遂就没事耶 你用同样的模式前面成功多少次 你看呢 郭喜就说那他后来没有做成嘛 那废话没有做成 因为你被爆料了怎么做下去 所以为什么李喜民被说是叛国贼的时候 他只说了 哎呀 这个真相最后都会出来啦 我就相信李喜民也知道这个情况 如果你今天花大钱造钱件 是因为你可以从中牟利的话 那这个算什么样的一个理论 你真的是爱国吗 还是你是爱钱呢 郭喜本来以为说他出来打马文军 然后呢 整个民进党听到抗中保台 听到说 哦国民党要叛国 是不是全部都上了他的车 就最后真正可能卖台的 然后把机密提交 甚至分享给这个 韩国顾问的 说不定就是你郭喜嘛 你听听看 他里面就讲了很多啊 预算已经过了吗 人家都还不知道 那他就说 哦知道已经过了 怎么样的等等的 好 好